他说文贵记得第一次跟你文贵谈的时候谈禅宗 文贵我谈的是灵性的世界 他谈的是道法自然的世界 无为的世界 那么我当时讲的我记得很清楚 我说禅宗非常重要的是 不建议多少这经那经 甚至是避开语言对禅宗的解释的误会和隔离 特别是文字强 这个文字本身就是魔道 然后那个时候道长说 哎呀你这小伙子可以啊 聊了半天 禅宗是不愿意 禅宗最好让你不要用文字来诵经 就文字是无法解释禅宗的那种秘密的 文字是无法解释禅宗的 禅宗既不是教 它也不是哲学 禅宗是告诉你真正的 它是一个灵的世界 叫你走向灵的世界 所以我信封禅宗 我绝对信封禅宗 禅宗是真正的大自在 真正的大智慧 而且是无尽的智慧 上天的智慧 我认为是打开人间的密码 而且它是灵界的密码 因此我受惠其中 所以道长说你那一次的讲话 是我这个喜欢上你 愿意跟随你 就跟随一点太不敢 他说文贵你不急 不求的年轻的心 却有大报复 那时候我对你四个字是说 文贵 你必然成大业 他说今天我要告诉你的 业以天成 就咱的事已经成了 业以天成 你是威心所用 无法门 无法门的境界 就是你文贵的境界 所以你犯下 欲数则不打 以及文字求疾的错误 是不应该的 所以就是不要犯这个错误 道长我错了 我真错了 文贵错了 真人我错了 业以天成 收到了 道长 业以天成 微信用 微信用 收到了 好 哎呀 这个真的是 露锁了 露锁了 心不定 业报不够 根气太差 道长见效了 现在一起为十四亿心中联邦同胞 爆料革命战友和家人 祈福 这是给我们的课示 这个事会是 做课想 我们忘记